公托里刚煮好的咸粥 搅一搅底部竟然是烧焦的 换看冰箱里面 马铃薯丝5月31号就消耗 但没有加盖也没有泡水 6月6号又做成蔬菜蛋饼 更夸张的还有冷冻鲑鱼跟排骨 过期最多21天还做给幼童吃 加一手做公托东区家园 7月初才爆出9项食品当中 有7项过期 遭罚9万6千元 没想到现在又传出第二起 私立托婴中心也有过期食品 卫生局人员到场稽查 竟然发现有三项食品都过期了 包括综合股粉 坚果饮 调味醋 最长过期9个月 这间私立托婴中心 专门收0到2岁的幼童 年纪层更小 但负责人变称这不是给幼童吃的 卫生局还在调查 本来要丢掉 只是还放在那个箱子里 但这些食物是我们没有让孩子吃的 并且检查我们所有的食材 然后有过期的一定都会立马处理掉 将约谈的相关负责道具说明 那后续会依实案法进行拆除 公托和私立托婴中心都传出食品过期 0到2岁的婴儿非常脆弱 要是真的吃尽过期食品恐怕伤身 最严重恐怕还会危及性命 不查清楚家长又怎么能安心 记者侯国文 陈珊珊 嘉义采访报道